大家好 我是華倫 歡迎來到Igoos愛故事頻道 我喜歡聽故事 希望這些故事能帶給您想像力 思考力 判斷力 以及創造力 讓我們一起來聽故事吧 上次說到呢 淨楚燕陵大戰拉開虛 隔天 進軍元帥鸾叔出來叫陣 而一旁的將軍魏齊 卻說他做了一個夢 到底是什麼夢呢 魏齊跟鸾叔說 我夢到我拿這個劍去射天上的月亮 而這月亮被我射出了一個洞 結果這破了洞的月亮 竟然流出了一道金光 我因為嚇一跳往後一退 沒想到就掉到泥潭之中 主帥 你知道這夢代表什麼意思嗎 我總是心神不寧的 鸾叔想要想說 這與周天子同性的代表是太陽 而與他不同性的則是代表月亮 你能射中月亮 這應該是件好事 不過你之後身陷泥潭 這夢境似乎不太妙 為其一聽 不管 反正能射中對方 那一定就是能力功 好 只要能力功 就算暫時都值得 管他後面還妙不妙 別帥 這仗 就讓我打頭陣吧 鸾叔 點了點頭說 你要小心 這鸾叔話都沒說完 這位企已經撐出去了 那真的有小心嗎 那楚國這邊呢 也派出另外一名將軍對戰 這雙方才剛剛開始廝殺沒多久 這進軍呢 就按照昨天的計劃 將這關在球車車的熊法 給推了出來 這楚公王遠遠一看 哇 是熊法 他命令這個彭民啊 快快過去 我要去救熊法 這一旁正在交戰中的為其一看 欸 楚王 他撇下手邊的楚國將軍啊 轉身瞄準 一箭射去 咻 直接正中楚國王的左眼啊 接著 他衝上前去啊 這楚將攀黨一看不妙啊 大王危險啊 他趕緊衝上前去呼駕 好不容易啊 這攀黨保護楚共王 撤回楚軍之中 哇 楚共王中了一箭 射中著眼睛 好痛啊 他冷痛 將這箭 拔了出來 哇 真的太神奇啊 怎麼有人敢做這種事啊 哦 最噁心的是什麼 他這一拔 連他眼珠子都給拔出來了 他鲜血如柱啊 不過呢 他這時候根本不在意這些痛楚啊 天啊 這冷痛能力也太驚人了吧 這楚共王呢 將這劍及眼珠子丟在地上 一旁的使命說 大王 這是龍的眼睛 不可以亂丟啊 於是怎麼樣 趕緊將他眼睛給撿起來收好 啊你想 丟了眼睛就沒事嗎 不可能 這戰爭還在打咧 禁軍一看 為其射中著楚王 這禁軍士氣大政啊 立刻展開全面性的進攻 公子側拼命保護著楚王後側啊 就在這時候 憤怒的楚共王大叫 養妖姬 養妖姬在哪裡 養妖姬一聽到呢 趕緊來到楚共王面前 楚共王說 快 快給我把這身穿綠衣服這個禁國將軍給射下來 幫我報仇 養妖姬說 大王 你昨天要我今後不准再射箭 所以我現在身上沒有帶劍啊 楚共王隨便拿兩支劍 交給養妖姬說 你是身射手 有這兩支劍 應該就夠了吧 養妖姬點點頭 接過劍之後 立即衝向著禁軍 很快的呢 他就發現了穿綠衣服的禁國將軍啊 養妖姬大罵 可惡的傢伙 你竟敢射傷我家大王 這魏琪一聽了 正準備回話 不過 他還來不及說話 養妖姬的劍怎麼樣 已經射穿他老王 魏琪當場斃命了 養妖姬一見到魏琪已經倒下 趕緊回報著楚王 楚王一聽 他稱讚養妖姬 你真的是個神射手 從今天起 你就改名 叫做養一劍吧 也就是說 養妖姬只需要一劍就能命中目標 從來不需要射出第二劍 接著 楚公王說 來啊 拿出善好的劍 善好的狼牙劍一百隻 交給這養妖姬 接著他跟養妖姬說 養一劍 接下來 就看你的了 哦 楚公王這決定可是做對了 因為這排山倒海而來的禁軍啊 被這養妖姬在積怨的距離下 一劍一個一劍一個 一一給放倒了 嚇著禁軍不敢再向前進了 同時 楚軍左右二軍呢 也趕過來救援了 楚公王終於可以平安的先撤回陣營了 隨後 兩軍後幫援軍 細智以及鄭成功 也在一場混戰之後 各自收兵退回 禁國這邊一看 這楚國已經撤回陣營了 所以也就先收拾了衛棋的屍體 回到禁軍陣營之中 計劃著接下來的戰士安排 就在禁軍整頓回營的同時呢 這卵真請示禁立功 他跟禁立功說 主公 之前我出世楚國的時候呢 我曾經跟楚國的另一公子殷其說 我禁國的用兵之法就是整匣二字 但是今天一看呢 混戰根本說不上整 而這退兵呢也看不見匣 所以呢 我想請人去贈送一杯酒給這公子殷其 以符合我當初說的整匣二字 禁立功一聽說 嗯好啊順便去打聽一下楚共王的狀況吧 這使者見到了公子殷其之後呢 告訴他軟真的意思 這公子殷其說 嗯這軟真的記性可真好啊 你幫我回歸他吧 過幾天 若是有機會正上相見 會當面謝謝他今天的這杯酒的 這使者呢 將公子殷其的話回覆軟真 軟真一聽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就是楚國根本沒打算要撤退 唉這該如何是好呢 一旁的苗奔皇說你怕什麼啊 兵來將黨水來土掩啊 這楚國已經二連敗了 難道我們還怕他們嗎 這話還沒說完呢 已經有士兵跑來報告了 到西抽以及軟眼兩位將軍呢 帶你的魯衛兩國援軍到啦 這魯衛兩國援軍趕到啊 不只是禁軍知道啊 楚軍也知道啊 楚公王一聽 糟耶 這禁軍已經有共多了 現在又加上魯國衛國聯軍趕來 這該如何是好啊 來啊 趕緊去給我叫做公子殷過來討論軍情 不過說也奇怪啊 這楚王三吹事情 這公子殷竟然沒來耶 楚王一怒之下問這些士兵 這搞什麼啊 這公子殷為什麼不來啊 這士兵自製物說 啟稟大王 公子殷將軍喝醉了 楚公王一聽喝醉了 這怎麼可能 這每次出戰 我都不准他喝酒了 到底怎麼回事啊 哦 原來楚公王早就知道呢 公子殷有這個毛病了 他每次一喝酒啊 就一定會喝到明丁大醉不省人事 所以每次出戰呢 他都特別告誡他不准喝酒 那既然這樣 公子殷怎麼會有酒喝呢 哦 原來是公子殷跟楚王說啊 大王啊 連續打了兩天 我想大家都累了 這樣吧 我們明天先休兵 讓我想想有什麼破敵之策啊 當天晚上 公子殷回到尼亞 想到三更半夜 還想不出對策來 一旁服侍他這古羊 怕他太累了 於是呢 準備了一碗熱湯 但這熱湯 並不是什麼熱湯啊 就是酒啊 公子殷一聞 好香啊 是酒嗎 這古羊知道他不能喝酒啊 所以說什麼 他不是酒 是辣椒湯 公子殷一聽 他跟古羊說 哦 這辣椒湯很好喝耶 有多少拿多少來吧 就這樣 他老毛病又犯了 他一碗接一碗 喝到最後 不省人事了 而不巧呢 就在這時候呢 楚公王穿他呢 來討論事情 哇 這下可好了 紙包不住火了 這公子殷已經醉死了 叫也叫不醒 這怎麼辦 只好讓楚公王知道啦 這一旁踢得鑰匙的古羊啊 眼看這公子殷叫不醒啊 他擔心啊 等到公子殷醒了 他會被怪罪 所以怎麼樣 連夜逃走了 楚公王聽到這公子殷喝醉了 叫不醒 看了怎麼辦 他也沒折啊 他問這公子殷祺啊 你對這魯魏兩國援軍 全來參戰 有沒有什麼潑底之策啊 這公子殷祺 早就看公子殷不爽很久了 他怎麼可能幫他解決呢 他跟楚公王說 大王 我當初就建議不要為了救政國 而捲入於禁國的戰爭之中啊 就是因為這禁國的兵力雄厚啊 結果呢 司馬一直說要打 現在好了 大家在打仗 他在那邊睡覺 說實話了 我想不出什麼好方法了 我建議啊 我們還是連夜撤退吧 楚公王一聽 叹了口氣 唉 也只能先這樣 不過這司馬已經醉得不省人事了 若是被敵軍抓走 我楚國的面子可就丟大了 楚公王想要想說 來啊 去叫這仰瑤姬過來吧 仰瑤姬來到楚公王面前了 楚公王跟他說 仰一見 我要仰賴你的神社技術 為我軍斷後 並且保護司馬公子側回到楚國 知道了嗎 當天晚上 楚軍拔銀撤退 這仰瑤姬一想 糟耶 這公子側怎麼叫都叫不行 等他醒來 我們大概已經被禁軍的團團圍住了吧 嗯 怎麼辦呢 唉 這可不行啊 於是呢怎麼樣 他叫了呢 把這公子側呢 給綁在車上 讓他掉下來 自己的 算你的三百位 比較會射箭的士兵 就在這後方 保護著楚軍撤退啊 隔天一早 這禁軍發現 诶 楚軍已經撤退了 這仰瑤本來想要追擊啊 但仕切就告訴他 窮寇莫追啊 以免狗急跳牆啊 仰瑤聽完之後點點頭 嗯 這楚軍可以不追 但是鄭國總可以攻打了吧 誓謝建議他 還是先了解鄭國的狀況吧 鸾叔聽一聽 嗯也對 好 他趕緊派來去怎麼樣 去調查一下前線的狀況 等到這些探子回報呢 鄭國各處都防守得非常嚴謹啊 看來準備與我們拼死一戰啊 鸾叔一想 呦 我們戰勝楚軍已經是大功一劍了 要是接下來硬攻正國功不成 那這不是反而讓好事變壞事了嗎 啊算了算了 這事就達到這了 我們也班師回國吧 就這樣 靖國也班師回國了 而楚軍這邊呢 大約走了五十里之後呢 公子徹才醒了過來 養搖機見他醒過來之後呢 趕緊叫人把他鬆綁 並且把事情的前因後果呢 跟公子徹說明了一遍 這公子徹一聽啊 整個人呆住在車上 啊 這古羊害死我了 來啊 去給我把這古羊帶上來 一旁的士兵跟他說 報告司馬 古羊早就逃走了 公子徹聽到這了 他一臉目染了 沒多久 這楚共網找人傳消息來了 傳什麼消息啊 楚共王的使者跟著公子徹說 傳大王令 這次戰敗與子御戰敗不同 子御戰敗時先王不在政中 但這次戰敗是大王領軍 所以所有的過失 由大王一人承擔 所有人一概無事 哇 這楚共王真是有夠意思耶 打敗仗竟然全部自己承擔 不怪罪下屬耶 哦 楚共王真是好心 但他好心 公子徹起可就沒這麼想了 他另外偷偷派使者去進去公子徹 然後跟公子徹說 哎呀 大家都知道這是真正戰敗的原因 我相信司馬你自己也很清楚 大王雖然不願意怪罪你 但是你好意思接受嗎 對於這楚國陣亡的將士 你有好意思面對他們家人嗎 公子徹聽到這 他嘆了一口氣說 唉 唉 令你說的沒錯 我要拿什麼臉 去面對大王跟楚國的軍民呢 說完 他拔劍置了 結束了他的一生 公子徹致近的消息 傳回到楚共王那 他非常的吃驚啊 因為他完全沒想到啊 他最後還是沒辦法阻止公子徹致近啊 難過了他 也只能請人好好處理公子徹的後事了 煙靈大戰 楚軍最後以戰敗收場 另外一頭 回到靖國的靖立公呢 在打敗了楚國之後呢 認為自己武功蓋世天下無敵 所以怎麼樣 越來越囂張啊 而這釋憲呢 因為擔心靖國的命運呢 而憂勞成極 最後病死於家中 改為他的兒子 釋蓋 也叫做范蓋 繼承他的職位 這一天呢 靖立公呢 想要任用他的寵臣 虛同回清大夫 但是 這清大夫目前都有人任職啊 沒有空缺 這該怎麼辦呢 還能怎麼辦 有人想要上台 那就得拉人下台吧 虛同跟著靖立公說 主公啊 我看這細事一族權力太大了 你想想看 光是細事一族就掌握三軍啊 我想 應該要好好地管制管制他們一下 不然我怕哪天啊 他們會騎到您頭上來 靖立公說 這除掉細事 你知道細事有多少人嗎 除掉他們 誰來當官啊 虛同說 這還不容易 我們經過人才濟濟啊 想要挑幾個合適的人選來當官 應該沒那麼難吧 靖立公接著問 好啦 就算你說的對吧 但是 要除掉細事 總得要有個理由吧 虛同說 主公你忘了 這煙靈大戰時 這細事面對鄭成功嗎 我聽說 這細事與鄭成功交戰之時 兵車相會 兩人不知道 切切私欲講了什麼東西 後來呢 這細事呢 就沒有盡力殺敵 讓這鄭成功順利逃走了 你想想看 這細事 會不會與楚國有什麼協議啊 盡力公一聽 哦 有這麼一回事啊 我怎麼不知道啊 不過要怎麼證明啊 虛同說 簡單啊 楚國的王子雄法不就在我們這嗎 只要抓他上了一位就可以知道了 靖立公點點頭說 嗯好 虛同 這件事交給你去辦 聽到這邊覺得很奇怪 博中只是建議分散細事的權利 卻換來殺身之禍 現在這虛同想要做掉細事 結果呢 靖立公卻把這事交給他去辦了 哦 只能說 半君如半虎啊 這虛同領命之後呢 馬上去找這熊法 他見到熊法之後呢 他跟他說 王子啊 你想不想回到楚國啊 熊法說 廢話 我當然想回去啊 虛同接著說 我有辦法讓你回到楚國 不過你得幫我一個忙 你看怎麼樣啊 熊法一聽 他說 什麼樣的忙 你先說出來 我聽聽看 接著 虛同呢 到這熊法耳邊 跟他說 如此如此 這般這般啊 請問王子 這個忙 你願意幫嗎 熊法一聽就知道 這是靖國軍臣們在內鬥啊 這一可以破壞靖國內政 二又可以讓自己回國 這種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幹嘛不要啊 於是他一口答應著虛同啊 虛同帶來著熊法 來到這靖立功的面前啊 靖立功啊 先叫一旁人都離開 接著他問熊法 我問你 我靖國是不是有人 與你楚國私通啊 私通就是什麼 就是內盡的意思啊 若是你實話實說 我就放了你 熊法說 民工 說這種事是要殺頭的 除非你答應不殺我 不然我哪裡敢說啊 靖立功停了一下 嗯 好 我就免你意思 你說吧 熊法 嗯 他也假裝很為難 接著他就說 我說了哦 那你真的會放了我哦 靖立功說 當然啊 我說話算話 熊法說 我知道呢 他貴國的大臣細智 與我楚國的令乙公子殷齊 兩人關係不錯 常常通信 而這令乙呢 也會將這信的內容告訴我父王 所以呢 我略知一二 靖立功一聽 哦 那這信的內容寫的是什麼 熊法接著說了 其實也還好啦 那細智只是說你是個無道昏君 只知道吃喝玩樂 想趁這次進楚交戰的時候 假設你們戰敗了 他們剛好借機來推翻你 改立這個鄉公的孫子 也就是目前在周天子那的公子周 回國即位 這靖立功接著問 那還有其他事嗎 熊法說 嗯 我也沒有一直在旁邊 所以不會每件都知道 我聽到呢 就只有這一件了 看到靖立功有些動搖 這虛同在旁邊 趕緊加油天柱啊 他說 主公 這就難怪啦 煙靈大戰當天 這細抽跟公子殷齊對陣 結果一箭都不發 而這細智呢 更是放走了鄭國國軍 看來這件事恐怕是真的喔 靖立功聽到這呢 開始陷入了第一頭城市啊 虛同一看 欸 主公好像還是不相信 這虛同接著說啦 主公 我們坐在這拆 也是拆不出答案的啦 要不這樣 我們派這細智呢 去周天子那 報告煙靈大戰的結果 順便看看呢 這公子周的反應 這不就知道了嗎 靖立功一聽 欸 有道理喔 於是 他命令細智 要他呢 去周天子那裡報告 煙靈大戰的結果 就在靖立功派遣細智出死的同時 這虛同呢 也另外派人先去周天子那 去找這公子周 這個人呢 先假裝禮貌性的拜訪公子周 然後閒聊到這細智要來 並且非常好心的提醒這公子周說 這細智呢 可是禁國大臣 他來的時候呢 你應該要跟他打好關係了 公子周哪知道這是個技啊 他點點頭 覺得這話有道理 所以呢 他等到細智到了周天子那 辦完公事之後呢 特地去拜訪這細智 細智基於禮貌 當然會見這公子周啊 由於這公子周呢 有意要表示友好啊 所以這場會面呢 並不是隨便打招呼就走了 而是大約聊了半天 等到細智回國之後呢 派去他身邊監視他的人啊 趕緊要這狀況 一無一事的報告給靖立功 靖立功一聽 好你一個細智啊 我待你細事不薄耶 你卻想拉我下台 那你就別怪我心狠手辣啦 一天 這靖立功在後宮呢 與這妃子喝酒 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突然間很想吃鹿的肉 於是呢 叫人趕緊出去找 這嚇人知道這靖立功啊 個性暴力啊 所以怎麼樣 趕緊飛奔而出啊 但是說也奇怪 今天市場上 並沒有人在賣鹿肉啊 哇這嚇慘了 買不到鹿肉 該怎麼回去交差呢 就在這時候 他看到有一個人呢 車上載了一頭鹿 看樣子 好像是剛剛打獵打到了 哇 他高興的立刻衝上勤去呢 把這鹿給搶了過來 然後隨便丟了錢就走人了 有錢了不起啊 他沒搞清楚 他搶的是誰的鹿耶 誰的啊 就是這細智的 細智想說 還有這種事 光天花之下公然行搶 接著他大聲喊著 別跑 但這人怎麼會理他呢 他要趕緊回去向盡力公赴命啊 這細智一怒之下 彎弓搭箭 咻的一箭過去 當場射殺這個人 而這件事呢 很快的傳到了盡力公的耳裡啊 盡力公生氣的說 可惡的細智啊 連我的人都敢殺 看樣子 我得先下手圍牆啊 於是 他找來了虛同 以及宜陽五等一群小人來 準備商討滅掉細事的計劃 說到這你會不會覺得 怎麼那麼巧 那剛好盡力公想吃鹿肉 又剛好市場上沒賣鹿肉 最剛好的是啊 這細智再了一頭死路 這故事有沒有可能是 其實想吃肉的不是盡力公 而是盡力公的非子 至於他為什麼想吃鹿肉呢 有沒有可能是他收了人家的好處 人家要他這麼說的 而同時市場上的鹿肉 早就被人刻意給買走了 最後 細智車上這個路 到底是他打獵打到的 還是別的獵人賣給他的 那就不得而知了 很多事情的確是巧合 但也有很多事情 實在是太巧合 巧合到呢 讓人懷疑是人為的 那好啦 我們接著回頭繼續說吧 這群小人可以給盡力公什麼樣的建議呢 虛彤說 主公啊 若要殺細智 這細抽細棋一定會造反啊 我建議一不做二不休 我們將這三人呢一併除去掉 一央五說 嗯有道理 主公啊 我建議呢 您派出您自己的假事八百人 今夜突襲包圍這細事 就好像處理肇事一樣 一次將他們一網打盡 長魚腳說 嗯我覺得這樣不妥喔 這細智跟肇碩不一樣啊 一旦我們消息走漏 我怕我們還沒過去 這細思已經包圍我們了 主公 就我所知 這細智目前是負責城中捉拿盜賊工作的 而這細抽呢 則是負責判案 所以呢 這三細呢 常常聚在一起 依我看 我們可以找個人 假裝所有案件 然後接近他們 再讓這人出其不意的去刺殺他們 之後呢 再按照一央五的建議 派兵去突襲處理到的細事 這樣 才能保萬無一失啊 敬禮公一聽 嗯 長魚腳的計劃妙 長魚腳 你有刺客的人選嗎 長魚腳說 當然 我這裡呢 有一名勇士 他的名字呢 叫做清廢腿 敬禮公一聽 好 就照這計劃進行吧 於是一群人呢 開始展開計劃了 有著清廢腿一幫人呢 先用雞血塗在臉上 然後假裝在街上呢 打鬥鬧事 接著呢 有著長魚腳張這一群人呢 帶進官府 裝作是要告官請求裁判 這細抽哪里會猜到這是個計啊 才剛一走下來呢 想要看清楚這鬧事的清廢腿啊 結果忍不防的被這清廢腿突然間的樣 拔出他欲藏的短劍啊 衝上前向他一次 哇 這細抽當場血流如注啊 氣騎在旁一看到嚇一大跳啊 他趕緊拔出胚刀 衝下來呢 要砍這個清廢腿 但這時候呢 卻被長魚腳也出手擋住了 清廢腿一看好機會 馬上再補上一刀 當場將這細抽啊 砍成了兩段 接著 兩人一起過來佔這細棋 由於這清廢腿啊 力量非常的大 縱使細棋是武將出身 也敵過這兩人啊 才沒打幾個回合啊 就被這個清廢腿給一刀就解決了 一旁的細致一看苗頭不對啊 他知道 這擺明是有人故意設計好要殺他們的 由於他手無寸鐵 加上對方人多勢眾啊 很明顯他不會是對手的 所以他怎麼樣 趕緊挑上車 想逃回去啊 找救兵 清廢腿一看不妙啊 若是讓這細致逃走 這問題可就大了 於是怎樣 他趕緊徒步上前來追趕 而這細致呢 駕車在城中狂奔 突然之間呢 看到前面虛瞳 宜仰武 帶著一幫假司大喊道 奉靖侯命令 捉拿判賊三系 糟糕 前有虎後有了 這細致趕緊回頭 想要找其他的出路 不過這車才剛剛掉頭啊 清廢腿已經趕上來了 清廢腿呢 一把跳到車上 把這細致給丟下車來 而這一摔呢 把這細致摔個鼻青臉腫 正準備爬起來他啊 卻被後方趕上來的長魚腳 衝上來 亂刀砍死啊 哇 可憐這全情朝野的細施一組啊 竟然就在這大白天 被人亂刀斬殺 剩下三顆1200的人頭了 哇 這靖國國內大亂啊 還會有其他大臣倒楣嗎 這故事會如何的發展呢 我們要到下次才能跟各位說囉 好啦 今天就先說到這 若喜歡我的故事 記得咚咚您的手指 給我五星評價 或是追蹤訂閱以及分享哦 當然 也歡迎您留言分享你對這一集的想法 或是 您也可以請我喝一杯咖啡或是飲料 讓我有持續創作的動力 其實歷史就是頂層階級的生活紀錄 了解他們的思考方式以及作業模式 才有機會改變您的未來 謝謝您來聽我說故事 我們下次再見哦 helt順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再見